最近菜地淪陷了 这一块苦麦 被一只大公鸡 带着一群母鸡进来霍霍了 啃的乱七八糟的 就只剩下旁边这几颗 它们还挺有秩序的 从这边开始吃 然后一路的啃过去 这几颗啃了一半 那边还没有开始啃 我今天摘一颗 摘一颗最亮的 给大花吃 大花站好 下来 下来 站好 大花刚刚喝完水 脖子这里还湿漉漉的 看什么呀 有飞机飞过 它听到飞机的响声了 它吃的好饱啊 满满的都是稻谷 还能吃得下青菜吗 还可以吃得下呀 都已经这么饱了 还要吃青菜 看来你真的是一只小菜鸡 上次我带它出去外面溜 然后我手里拿了一把青菜 它一口也没吃 就在外面找沙子玩 往草丛里面钻 然后叫它回家 它一步三回头的 大花特别的贪玩 每次带它出去外面压马路的时候 它都舍不得回家 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苦麦菜 很多人都说这个苦麦有一点苦 然后鸡不爱吃嘛 但是我们家的鸡都还是挺喜欢吃的 刚刚那片菜地都是被鸡给啃光了 这苦麦种下去 人都还没能栽来吃呢 就已经被鸡给祸害了 那个菜园的围栏 形同虚设 防君子不能防小人 坏一点的鸡 它就直接飞过去了 干嘛呀 没说你 没说你 你快吃 小花在叫了 我没把小花放出来 小花也来了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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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剩下这点菜叶子 你们俩一起吃 小花也喜欢吃这个菜叶 大花现在变得拉里拉遢的 鸡罐还有一点歪了 喝水 把那个脖子弄得湿漉漉的 看起来脏脏的 其实不是脏 就是把羽毛给弄湿了 都不吃了 两个都不吃了 好了 不吃就算了 接下来 我 好 什么 万 蚣 估监 来